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洲赛马一向享负盛名 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他们的特色赛马日 好似维多利亚省的麦尔本贝赛马日 一定是全澳洲最出名的赛日 因为当中举人的麦尔本贝 是全澳洲最高殊榮的赛事 更加被誉为可以停顿城市的大赛 至于新南威尔士省 亦都有金拖鞋大赛日 金拖鞋大赛是全球最高奖金的两岁马赛事 每逢这一日 都有很多人去到玫瑰江马场看跑马 其他省份呢? 好似昆士兰省 现时都有Gold Coast Magic Millions Waste Day 即是叫黄金海岸神奇百万大赛日 这个昆士兰省的大赛日 就等同维省的麦尔本贝赛马日一样 是这个省份每年最盛大的赛马日 转日赛事总奖金接近1400万澳元 现时这个大赛日 更加成为昆士兰省的赛马指标 黄金海岸马场更加越来越知名 邦地马会更加计划抗建这个马场 将会兴建多一个看台 实行打造昆士兰省的赛马首都 说了这么久 究竟神奇百万赛马日是怎样来的呢? 不如大家听听Magic Millions 亚洲业务及销售经理Ricky Wong 讲下这个赛马日的历史 我想用这个poster解释是最容易理解的 我们是由1986年第一个 Magic Millions Race去开始 其实当时是一个很创新的idea 由这个赛事之前 其实没有人或全世界 没有人去想到是限制 只是一场赛事 是给一个拍卖会的毕业生去跑 那我们那段时间 就很幸运到在澳洲的Vendor的支持 我们结束了有200只E10 所有200只E10里面的所有马 都是unreserved unreserved的意思 就是无底价 全部都需要买的 那那个entury fee就是五万元 所以就能够存够一百万的赛事 那就是正正由我们昨天 刚刚完结了 由现在去到超过一千五百万的race day 我们一开始就是由这个 一场一百万的赛事去开始 那也都之前我的老板Derek 他都说过 其实如果当年SIPUS 不是那么成功的话 其实都不会有我们现在的Magic Minion 因为SIPUS 真是令到我们的Magic Minion 和我们的Recruited Race 是很大的帮助 大家听完Nikki讲解之后 是不是对神奇赛马日了解多了呢? 有一场一百万奥元的赛事 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大赛日 当日这么多赛事 总奖金去到接近一千四百万奥元 大概是七千万港元 真是可以比美香港国际赛的 今年澳洲神奇百万大赛 已经在上月十三号顺利举行 当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 去到黄金海岸马场看跑马 就像一个嘉年华那样 尤其女士更加穿得花枝招展入场 真是靓马靓人共野一路 现在就带大家一起看黄金海岸点跑马 感受一下当日的热闹气氛 至于当日最重要的两场大赛 就是其中总奖金300万奥元的 黄金海岸神奇百万两岁马经典赛 今年由夏威敦拆騎活後夫人訓練的 Storm Boy 勝出 另一場總獎金 亦高達三百萬澳元的黃金海岸神奇八萬三歲馬堅尼 今年由曾經來香港客串過的愛爾蘭騎士夏禮賢 拆騎夏國亭訓練的 Abounding 勝出 看了這麼久 相信大家都對 Magic Millions 的黃金海岸賽馬日 真的加深了很多了解 所以大家 將來如果在澳洲黃金海岸旅行的話 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之外 真的記得還要去馬場看跑馬 這才叫做真的去過黃金海岸